三月五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隆重举行慕南关改名为友谊关的仪式 越南民主共和国 亮山省行政委员会主席毕振兴率领的代表团 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南宁总领事潘弄居 受到热烈欢迎 自治区副主席中峰主持改名仪式 慕南关改名友谊关 标志着我们中越两国人民 在长期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结成的战斗友谊 将会更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朝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团结和友谊 辽宁省安东市改名为丹东市 3月11日举行了改名仪式 丹东市各界人民热烈欢迎应邀来我国参加改名仪式的 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根河率领的代表团 朝鲜注中国大使馆参赞正奉归也参加了大会 辽宁省副省长王坤成和朝鲜李根河团长 在会上一致赞扬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和伟大的团结 广东省东江深圳供水工程 1964年2月开始兴建 建设者们以英雄的气概 披山修坝 披路开河 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项工程 2月17日 在广东省东莞县 庆祝这项水利建设工程的胜利建成 港澳同胞各界人士200多人参加了大会 广东省副省长林李明剪彩 这个宏伟的工程有六个蓝河坝 八个抽水站 两个调节水库 十座便便站 16公里人工池道组成 全长83公里 这个工程是完全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建成的 它使东莞保安等县十多万亩农田得到了灌溉 又能供给香港同胞用水 红色娘子军 是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 演出的第一个描写我国革命斗争的大型现代芭蕾舞剧 这个舞剧既保持了芭蕾舞的特色 又具有我国的民族风格 是坚持党的文艺方向的新胜利 是坚持党的大型现代芭蕾舞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所革命的大学 北京农业劳动大学 3月10日开学了 北京市副市长王淳在讲话中说 北京农业劳动大学 是受郊区贫下中农的委托 为了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举办的 北京农业劳动大学 设有农学、果树、林业等9个专业 学生们都是郊区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选送来的高中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 其中不少是劳动模范、生产队长、贫下中农代表或共青团支部书记 他们边学习边参加生产劳动 使专业课程和生产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